在这里总会有一个乡村让你沉醉 醉在美景 醉在美食 还是醉在发现与挑战之中 2013年7月1号 生活567栏目正式改版为 美丽中国乡村行 每晚18点05分 朝着属于你的最美乡村 即刻出发 美丽中国乡村行 小冰章嘎 这部非白电影 曾经影响了几半年 白羊店 嘎子的家乡 我们一起寻找曾经的往事 这里有嘎子的印象 这里有神奇的鱼鹰 这里的鲤鱼让你尖叫 美丽中国乡村行 走进导定至水乡欢乐之旅 即将播出 敬请收看 这年头 做事要留点后路 什么 你没听人说吗 别看今天闹得欢 就怕将来拉清单 你 你是干什么的 你看呢 我 我看你像八路 我 你是八路 你算说对 不用 你让你 八爷 八爷让你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电影小冰张嘎中的片段 说起小冰张嘎这部电影啊 那可是影响了几代人 电影中的张嘎子就是白羊店的抗日小英雄 白羊店属于冀中平原 很大一部分水域属于河北保定的安新县 今天我们跟随电影去旅行 就去国家五位级景区安新白羊店逛一逛 这波暑假快到了 我们还请到了一对非常可爱的龙凤胎兄妹 一起去嘎子的家看一看 还等什么呢 一起去体验华北明珠白羊店的独特魅力吧 嘎子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 不是玩就是闹 怎么那么乐呢 这还叫乐 来了白羊店玩那才叫乐呢 你们这回来了 哎呀你们这是在模仿小兵张嘎中的片段吗 把词也给改了 仰的还挺像的 大家好我是小时 美丽中国乡村行的这一站我们就来到了有着北国 江南支撑的河北省安新县的白羊店 这次呢我们会和这两位小童星温嘉义 大家好 温嘉乔 大家好 以及他们的妈妈一起我们这一次的旅行 白羊店是华北最大的淡水湖泊 拥有366平方公里水域 有143个大大小小的店铺 古人以深水为湖 浅水为店 古时候的白羊店白浪滚滚 似奔跑的羊群 所以被称为白羊店 著名作家孙黎曾这样描述他的家乡百羊店 一个美如天堂的地方 1963年拍摄的这部黑白电影小冰章杆 讲述了一个孩子经历了惨烈战争的故事 是因为家乡美丽的环境 以及他有趣的生活 让人记住了更多战争以外的东西 古门第一站寻访的就是文化院景区里的嘎子村 这是根据小冰章杆这部广为人知的电影 复原其中的经典情节 建立的一个旅游景点 在这里游客可以找到很多熟悉的记忆 这是 пос săt除了吗 是 来是 是 走 电影小兵将嘎里 嘎子堵烟囱的情节 让许多人几十年后 还记忆流行 家里 你怎么跑上二半去了 我堵烟囱 听烟囱囱 有三点 第一点 是第一个主义 软得轻 硬得怕 只要你尽力地跟他干 就能把他打得喜欢 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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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 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 喝 就在这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去 你帮我咱们三大距离八项出去 出路全传 啊 这个雕塑让人想起来嘎子的演讲 把作业全部完成 我们 哎 嘉义 这不是你强项 露两个你自己拿手的 给我们看看呗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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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义和家畅精彩的街舞 让嘎子村里头做生意的店主 都主动拿来自家的报兵 为劳为劳这兄妹俩呢 跳得太棒了 你会吗 我不会我跳不了这个 在电影《小兵粘嘎》里 细心的观众会注意到这么一个细节 嘎子在船上的时候 有几只鱼鹰也在船头 鱼鹰捕鱼 白羊变一种传统的捕鱼方式 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旅游表演项目 从嘎子村出来 走上五分钟 就可以坐上小船 欣赏到了 这将其是еры 我会听到这些人 我会听到这些人 要听到这些人 要听到这些人 是苹果子 是苹果子 不愧的 这些人 还看不见了 只见船工大爷手脚并用 不停的敲击传上了一块木板 嘴里还发出喊声 跟鼓掉是一样的 一样 听他指挥 他那个每个声音都不一样 他说offer声音 offer就是听他 一听他指挥 鸟一鸟语 人有人言 他吃了那鱼 是不是还就吐不出来了 你想知道吗 那你一会儿问问那个爷爷好不好 一会儿我们上 出来了 看见了吗 他怎么捕鱼呀 因为刚才孩子们都看到这个鱼鹰捕鱼 都对这个比较好奇 特别想了解 刚才也发出连珠炮事的这个发问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上这个船上 去问一下这个大爷 这到底是什么 来解答一下孩子的问题 走 一会儿可以问多问爷爷一些问题啊 不知道的啊 他就是鲁词 你们学的那个课文里 叫鲁词 鲁词 最多能吃多少条鱼啊 没数 鱼多子多吃 一天打个几十斤 这鱼鹰都能打几十斤 那旧社会啊 一家了 啥鹰能养起这一家的人呢 鱼鹰 孵化出来两个月以后 就可以学习捕鱼 五个月以后 大部分经过训养的鱼鹰 都能顺利掌握捕鱼的本领 平均每天 每只鱼鹰可以捕鱼二十公斤左右呢 这年轻这个鱼鹰 这个鱼鹰怎么做出鱼鹰的 它到时候了 它管鱼鹰吃鱼鹰后 这个生子这叫骨草 它弄好了后 大小鱼它养出去 它养出去就可以吃饱了 它不干活了 它不给你吃鱼去了 带楼就可以弄出来 它养出去它吃不了 完工了 让它管骨草子跟它揭开了 揭开了上去去吃 随便吃 吃饱子夹做了 明白了吗 明天又继续的 还给它抠上 这叫扣骨 带了十斤十多斤的大鱼啊 就要掺 我们要接着敲着 掺着鱼鹰飙标着 一块儿就入藏 没掺没法能 有鱼 鱼鹰的嘴巴看起来非常坚利 在成功大爷的保护下 嘉义和嘉畅 壮着胆子 拿了一次 鹰口夺鱼 那我拿到鱼了吗 那我拿 伸手 来 放心大胆呢 哇 他还有 他还 你看看 看 哇 妹妹你看 我又拿到鱼了 那我拿到鱼了 你先把 你咬人拿 那我拿到鱼了 那我拿到鱼了 那爷 这是什么鱼啊 鱼 这是鱼 鱼鹰的性情不是很畏惧人类 结果驯化的鱼鹰更是如此 嘉义和嘉畅 要和鱼鹰来一次零距离接触 没事 没事 不要 不要 感觉怎么样 什么手感呢 它就是刺背滑了 对 特别滑了 嘉畅什么 出水干 它这毛叫出水干 出水干 比胎还好呢 比胎还好 还可以吗 毛毛毛没事 什么感觉 一只羽毛 是羽毛是吧 对 那个晚上你才拉屎了 来这个 这个是我刚才啊 在水里边捡到这个鱼用的羽毛 给你们两个作为纪念 好不好 好 如果您来到安心百洋店 在文化院里 只要花一百块钱 就可以租一条牧船 欣赏到别具特色的鱼鹰捕鱼 还可以去岛上进行玩耍 如果运气好的话 还可以捡几个大鸭蛋呢 接下来 看我的鸭蛋了 看我的鸭蛋了 除了嘎子村以外 白鸭店曾经的抗日烽火 让这里的红色旅游 增添了别样的内容 在抗日战争时期 白鸭店活跃着一支水上抗日武装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燕灵队 燕灵队伏击日军运输船的经典战斗 现在也成为了景区的旅游表演项目 如果您来到安心北洋店旅游 每天中午十一点多 在文化院景区里都可以免费观看 拨到什么 烧榴蛋 代表 踏实拔我 那就兄弟你们 这回是燕灵队的 开口 给我走 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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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 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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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文化院景区坐上快艇行驶十几分钟 就可以到达另外一处景点大观园了 在这里将会有让人欢笑和惊叫的发现 白杨殿华北平原上的一颗明珠 这里的鲤鱼让你先叫 请继续收看美中国乡村行走信宝定之水乡欢乐之旅 白杨殿有3700多条沟好水稻 10万亩荷塘 12万亩芦苇 在安新县的白杨殿景区 现在已经建成了大大小小的景点 坐上快艇或者木船 在新旷神怡中就到了大观园景区 吃奶的鱼吃奶的样子 吃奶的鱼 吃奶非常可爱的 这个鱼怎么能吃奶呢 鱼会吃奶的 来我给你演示一下 你看一下鱼吃奶是什么样子的 把奶瓶放下去鱼吃奶看 鱼吃奶 真的咬伤了 是不是 那个鱼真的是咬着奶肚 那我们也能试一下吗 试一下 有的时候是奶瓶放下去 来 加车 你看这条大的黑鱼 咱们鱼是两个很好的 咱有的这条被奶头都能飙好了 你看这条大鱼真的是非常使劲 把这个奶头已经咬得变小了 大鱼都能飙了 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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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鱼放到她嘴里就行了 把它吸走了 对 它的劲很大的 嘉义刚才味道了吗 味道了 什么感觉呀 就是它往这里面桌 然后感觉它要把这个吸走似的 就是不是特别大劲啊 对了解 摄一次别大 我这个已经喂完了 我这个已经喂完了 大姐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呀 鱼这么爱吃啊 咱们这里边是特制的鱼奶 真的是奶 对就像咱们人喝的那豆奶粉一样 拿水一提就停了 强起来了 咱们还有更刺激的呢 咱们撒下鱼石去 它会让你尖叫起来 那种感觉非常刺激 非常好玩的 你会让我们尖叫起来 这怎么能够到呢 拿一拿就试试 来 拿这个就行吗 对对对 来 一人一放 对 来 你就往这一撒 这么一轮撒下去 那鱼会蹦起来 那种感觉 鱼会摇尾巴 给这些鲤鱼备过食物以后 还会有一个惊奇的发现 这边有吃的 鱼鱼都带过来了 对呀 肯定是想想的 大姐说 因为我们三个 喂过这个鱼了 所以这些鱼 就认识我们了 在干燥的华北平原上 这片烟波浩鸟的北国水乡 随风摇曳的鲤尾荡 都能让你的心变得快乐 与鸟儿一起飞翔 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 这次旅行呢 马上也要在欢声笑语中 跟大家说再见了 那加上嘉义觉得这次玩得开心吗 开心 通过这次游玩 我看到孩子们就是特别的开心 很少游的这种 我觉得特别好 然后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能抽出时间来多陪陪孩子 下次我们还想玩吗 下 我比验子 没事 没事 经典的小兵张嘎 确实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 当地借助经典电影发展旅游项目 更让人们在亲近自然的同时 又找回了不少童年的乐趣 其实啊 我们这次去的时间呢 稍微早了那么一点点 没能看到十万亩荷花 镜香开放的场面 如果您想来白杨店旅游呢 看完我们的节目去 刚刚好 七八月份啊 开放的荷花 岔子烟红 正是白杨店旅游的最佳季节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吧 外景主持人 缘何如此装扮 当内向羞涩的雍正 遇上娇憨美丽的甄嬛 臣妾甄嬛 参见皇上 逆线的这段影视之旅 将擦出怎样的火花 跟随经典影视 穿越河北意见 揭开一段被尘封的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